民眾滿臉驚慌 緊急疏散 因為看電影看到一半 突然大停電 這部話我可以讓你們下次再看一部電影 這樣可以嗎 然後就是我偶爾再送你一張電影這樣 不好意思 頻頻道歉陪不適 下午四點半 包含台北市南港 內湖 天母 中山區 以及新北市戲紙 都出現停電情況 南港喜樂時代影城 頓時陷入一片漆黑 影城趕緊透過發電機 緊急照明 就看電影看到一半 但電影就停掉了 整個西約就可以了 他們有說明說 問說要不要等 結果後來又說就不播了 目前處理的方式就是 先幫客人辦理退票的動作 現場我們大概也退了 好幾百張的票 因為停電只好暫停營業 服務人員不斷安撫客人情緒 提供退票做補償 另一頭位在南京西路的新光三月 同樣是又門有熱 一樓化妝品貴位 什麼也看不見 有顧客才剛走進百貨公司 就碰上大停電 由於基隆供電線 下午因線路跳脫 造成電壓不穩定 其他地區連帶受影響 總共超過一萬戶停電 經過台電搶修後 將近下午四點半 才全數復電 暑假逛街消費人潮多 只能說這場停電 來的不是時候 讓百貨公司隱城 一度無法正常營業 損失不少 記者王新諾 皇家委張若宇 台北報導 為了 大 sabemos 在平日 旅遊 臨時 放棄